OK大家好 欢迎来到深夜摄影教室 我是顾宇 好的 经常会有货台留言会问 有没有人推荐一款机型 就是性价比极佳 然后价格还比较优惠的 好的 我综合了一下大家提的问题 然后收到的最多的应该就是 差不多在5000块钱左右 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所以说这次找朋友借了两台机器 一个是佳能的M6 Mark II 还有一个是索尼的6400 今天就来给大家横向的做一个简单对比 拉拉拉拉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们两款机型基本上都是比较小巧 然后变形性比较强的 然后从握持感怎么说 这个东西比较主观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 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从我个人来说就是 佳能这个握持感可能会更好一点 然后因为我的手型刚刚可以握住 然后索尼的这一款就略微小一点 就是握了以后它小拇指在外面 然后一般我会选择加一个兔龙 或者L型支架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方面 佳能的略胜一筹 好的除了刚才我们讲到 它的机型外观大小以外 然后其次就是它的屏幕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屏幕 我把两款机型打开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很直观的可以看到 就是佳能这块屏幕会更大一些 对于新手来说可能会友好一点 就是左边这一个 然后它上面是可以全触屏点按的 这是我们拍摄一把带出去了 然后正好我们做了一个服装拍摄 然后它操作起来会更便捷一些 屏幕上可以点击对焦 调整光圈快门感光 然后索尼的可能就只能进行点按对焦 这一点的话 佳能也相对来说略胜一筹 好的除此之外就是屏幕颜色了 然后刚才讲到了屏幕大小 然后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屏幕颜色 然后佳能的屏幕颜色 它还原度会更高一些 然后肤色看起来会更正常 然后特别是我们拍摄的时候 直出整体效果会好一点 然后索尼的这是祖传的屏幕 特别是我之前自己用索尼的A7M3 然后拍出来一般是不太敢给顾客看的 就是因为整个屏幕太灰了 虽然导到电脑上没有问题 好确实索尼的屏幕整体会比较灰一点 然后色彩没有佳能的明亮 然后其次就是翻转屏 好的除了刚入门的一些新手 他们经常会选择用这种单反来拍摄Vlog或者自拍 像佳能的它有个好处 它可以直接旋转180度来进行自拍 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比如说拿成这样去进行自拍 或者拍摄Vlog还是非常不错的 佳能的这一款可能会比较更友好一点 就是说你自拍的话 或者你拍Vlog会更方便一点 但索尼的拍摄一些低角度 这样的取景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拍摄效果 两款机型都是可以拍摄肉格式 佳能M6 Mark II的照片放在左边 右边放的是索尼6400所拍摄的照片 其实可以从照片可以看到 佳能的色彩还原度会更高一点 而且还自带一些美颜效果 拍摄人像直出的效果会因为更好一点 索尼的灰度整个来说就比较高 拍摄出来需要后期进行来调整 假如你是刚入门的摄影师的话 后期没有很准确的色感的话 造成的照片偏色是很难给客户交代的 直出相对来说会比较难 这不过也是索尼的一个常态化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后期上面 对于小白来说 就是佳能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然后索尼的门槛就会更高一些 好的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菜单的一个操作逻辑 佳能的操作逻辑可能会更人性化一点 菜单比较简单 就可以直接这样去调整 然后索尼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因为等会我们看一下索尼的 然后佳能它上面可以点按的直接进行对焦 还有人眼追焦 它可以在上面调整光圈快门感光 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对于新手来说 可视化直接拍摄会比较友好一点 好的索尼的菜单就相对会复杂一点 虽然已经用了差不多两年左右的索尼 但是我经常会找一个开关或者说一个按键 需要翻它的菜单很多页才能找到 大家经常会吐槽它的菜单 就是一页里面还有三四页或者七八页 这个非常非常复杂 然后上面也是可以进行点按对焦的 但是它没办法去调整光圈快门这些 都在波轮上去进行调整 然后它也有一个好处 它上面有一个旁轴的取景器 对于喜欢用旁轴或者说用取景器拍摄来说 它是会更友好一点 好的今天我们的一个简单测试就到这里了 然后对比了加能M6 Mark II和索尼的6400 其实在价格上它们不相上下 然后各自有各自的优点 然后索尼更偏向于后期的制作 然后加能更偏向于直出 它的颜色会更好一点 好的对于想直出减少后期工作量 然后你又想有一定的性价比 所以说我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推荐加能M6 然后最终你们会选择哪一款机型 还取决于你们自己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好了这里是深夜摄影教室 如果对你有任何帮助 记得一键三连 我是顾宇 现在很多刚入门的新手会自己选择拍摄 没事吧 这怎么录啊要不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它的拍摄效果 坐在别动 别动 好不动啊 你转个方向 好结束 好接下来 好接下来 好接下来